好,我们接着去看啊,这边的话我们就可以完成一个发送和接收了,对吧,你看发送啊,好,这边是一个接收 好,这个发送和接收的话就没啥问题了,对吧,但是我们来接着去看一下,其实还有些细节要处理的 好,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发送消息现在是怎样的 比如说我们的发送消息是,你看,每次的话这个消息的管理器就是每发一个消息,它会去创进一个 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对吧,Listener也每次都溜了一个,恰彩也每次溜了一个,都不合理,对吧 好,这块把它转化成成员员币量就可以了 好,一个成员币量 好,两个成员币量 好,三个存员币量 那是就比较简单了,我们只有去看一下,如果它等于等于空的时候 我们才去把它给溜出来,这样就好一些了吧,对吧 好,这个还有这个Listener也是一样的 如果这个MM的Listener等于等于空的时候 好,我们再去把它给溜出来就可以了 好,这个恰一样的,如果等于等于空的时候 好,我们再去把它给溜出来,好,没啥问题 好,我们再去把这个溜出来,好,没啥问题 这是这个,需要去注意的 还有的话,我们这个在Undestory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应该是移除消息今天 移除 好,Message的一个Listener 那我就要去拿着我这个Chat M的一个Chat 它里面的话就有一个Remove这个Listener 移除这个今天就可以了 好,移除之前的话,你还是判断一下 MChat不等于空 并且MListener不等于空 我们才去做一个移除的操作 对吧 好,这样的话就OK了 这个写起,一看的话 我们都应该这样去写,对吧 好,没啥问题 运行一下,看一下 好,登录一下,看一下 好,这个时候去顶一下这个灵溪灯 然后给它发出一个AAA 这边挂掉了,看一下 又是哪个问题 搞错了 这个NewFilter 这个地方啊,空指针了 来看一下哪个有位空了 这个Chat 等于空 诶,我,哦,这个 这里是它,对吧 好,这样就OK了 好,登录 好,对应的话找到这个黑马仪 好,给它发个小型 A 好,这个给它发一个A 对吧 A 好,这个滴滴滴滴 A 好,这样就OK了 对吧 没啥问题 好 好 这个就可以了 但是问题来了 你看 现在的话 我这个Chat是创建OK了 那我其实我把它给 你看 我退出 它是不是这个IQ90 走到了 安 Detroit这里来吧 它会去移除 对不对 那移除了之后的话 你想一下 我这个时候再往它发送消息 它能不能收到啊 过来了 那其实我是希望它 这个时候给它发送消息 它同样可以收到 对吧 好,同样可以收到的话 好,那我们要做的事情的话 诶 应该把这个 这一块操作的话 是放到哪里去啊 放到服务里面去的哈 对应的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 就是把哪一块东西也放到服务呢 就是这样一块 今天的操作 全部要放到服务器 这这块操作 就是你穿进这个Chat的时候 啊 这块操作应该放到这个服务器 在服务器的话 应该是放到 放到这个sivers里面是吧 放到服务里面 放到服务里面的话 你这个即使退出了之后 我还可以静听它吧 对吧 还可以静听这个消息 好 接着我们就把它移过去就可以了哈 这一块移动比较大 大家注意看一下 好,对应的话 我们来找到 我把这些close address吧 close address 对应到IM的一个siver 好,这次我们把它给移过来 移过来的话 我先给大家把这个注释 先写好一点哈 这个你看 这是我们sivers是吧 开始的话是同步发明册 在这个地方是同步发明册 没啥话题 同步发明册之后的话 我们就要干一个事情 那就是要创建消息的管理者 创建消息的管理者 然后是注册 请听 好,这个是一个 一个 好,对应有一个n的 同 你看它两个是相互独立的 我帮你给隔开一点哈 对的话我们要来看一下 同样在uncreate里面哈 它有一样的在直线层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要去创建的些东西把它给拿过来 Ctrl x一起拿过来就可以了 你看 这里我就去创建它 它对应的没有这几个对象对吧 我都去把它给拿过来 这个移动是很大的 对应的这几个对象 我都把它给Ctrl x拿过来 好,变成它的成员变量 好,这样的话 这几个东西就过来了 好,这个message listener 也把它拿过来 收一下 好,在这个地方 好,一起Ctrl x拿过来 对应放到我们这里来 你看 这里 这里有一个 roast listener 我在这个下面再给它放一个 折叠起来 我在这里再给它放一个 这个 listener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message的 listener 对吧 它这里形式的话需要三小文 然后这个servers里面三小文的话 就通过这个gate context 去拿到这个三小文就可以了 或者用这个群聚的 APP indication的一个context 好,这个save message 你看 现在消息的保存的话 是不是也要挪到这边来 都把它挪过来吧 好,对应在这里的话 save message 我们同样是Ctrl x 全部移到方法里面来了 在这里 好,来看一下 正面的话基本上就没啥问题了 对吧 它这里我们来看一下 它去创建的时候 还需要有一个单情的 单情的一个那个对吧 那行 这块我可以先 这个chart 我也先 我看一下 对应的话 我去创建这个就可以了 创建这个消息的一个管理者就可以了 这些东西其实 我把它再 它其实这个东西的话 我再把它拿到自己来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这下面这一块 在这个地方 创建这个聊天对象 以及这整一块的话 其实我是可以把它给干嘛呀 封装成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 就叫做一个发送消息 好,对应我把它翻到自己来 这里的话 再给它定义一个方法 这些折叠一下 折叠一下 好,这个也折叠一下 这个好,存消息在这里 对吧 那我发送消息就写到这里吧 对应的话 应该有这样的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 对应的话 对应的话 要干的事情就是这一块 好,来看一下 再来看一下我们send message 好,这里写下图示吧 叫做一个发送消息 发送消息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它其实就给它一个message对象 直接再传过来就可以了 它有了这个message对象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这个listener等于空的话 我去溜出来 没啥问题 如果这个chart等于空的话 我去创建出来 没啥问题 那这个对应的话 就是这个消息的一个发送给谁的话 那其实就是message里面的一个 给你的这个tool 就是把消息发给谁 好,对应的话 我在这里就可以去发送这个消息了 它发送消息的话 它很快需要去try kaiq一下 对吧 好,先try kaiq一下它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发送消息了 好,这个发送消息 发送完消息的话 我们还需要保存消息 它对应的去保存消息 拿到这里来 好,这个就不要了 对吧 好,这个保存消息的话 这个同样的是message.g 的这个tool就可以了 好,你看 这块操作就ok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好,这个是发送消息 对吧 这个发送消息的操作 我们看一下 保存消息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直接拿过来的 对吧 那这个发送消息的话 我们最好的话 还是把它给放到 紫性层里面去 比如run一个 426一个runable 好,这一块的话 就是发送消息和保存消息了 好,保存消息 它是调用这个方法去保存的 对吧 好,来看一下 对应的话 对应的话 把它改成到final就可以了 好,这个发送消息 我们就在这里 来看一下 这边 这边我们就要去处理了 那现在我们这个发送按钮的话 哎 就 比较简单了 这一块 我就不要了 把它干掉 已经没有 这块就不要了 现在这个行程我们就不用开了 这里的话就 来看一下吧 好,这一块我先把它这样子给弄一下吧 Ctrl X一下 那这一块东西都不要了 都不要了 好,对应的拿过来 好 那我在这里的话 其实就是 它只是干嘛呀 只是初始化了一个消息 初始化了一个消息 对应的话 这个消息是干嘛 干嘛干嘛呢 都要清空输入环 这些东西都是在主信息操作 没问题 对吧 对应的话 我们在这里的话 要做一个操作 也就是中度马上要做的事情 应该是调用服务器里面的 send message 这个方法吧 对吧 要去调用这样的方法 这个是我们即将要做的事情 即将要做的事情 方法 好 你看 这一块的话 我们这个时候来折叠看一下它 你看 在Chart iqt里面的话 就变得很简单了 首先是 就是这些init的操作 好 它init的date的话 就是一些cursal doctor 对吧 好 这个我来看一下 这个send按钮的话 就比较简单了 它只是去初始化了一个消息 好 然后的话 清空一下输入框而已 你看这个也不用 你这个清空输入框的操作 你也不用干嘛呀 也不要放到这里来就可以了 对吧 好 你直接 好 我看一下这样子有没有问题 好 这样子之后 我看一下 好 这样子 这样子之后的话 如果 如果 现在我的发送消息的信程是放到哪里 服务里面来了 在这里来了 但这里 其实 你觉得应该是放那里 我觉得还是应该放这个地方 放这个地方 为啥呢 如果你在这里去 你去这个的话 它是 它在这里的话 可以成功 也可以失败 对吧 好 我们这里的话还是这样去写 又把它给 我来再考虑一下吧 好 这个操作的话 我看一下 好 对 还真的应该 啊 要这样去 那我们应该接着 把它给还原出来 cd message run一个 在信程里面 又有run 好 对于这块 整一块的话 还是应该放到这里来 放到紫信程里面来 为啥呢 你放到紫信程里面来 它在一个run方法体里面 它才是自上而下的 知道吧 那接下来 它去调用这个服务里面 Service方法的话 我们都同样的 把这个 这份里面的一个信程 给它干掉就可以了 这块信程干掉 好 干掉 好 这块的话你就不要就可以了 好 就这么一个情况哈 好 这里有一个 它是一个什么问题啊 它需要出来开启 对吧 出来开启 我们出来开启一下就可以了 好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 发送消息的话 信程的话 还是在这边去开 这边去开 这样子开了之后的话 它才会自上而下 也就是说 只有等 这个执行完了之后 我才会走到这个下面来哈 我看一下 它是去 其实应该没啥影响哈 就这样吧 没关系 好这样的话 我们就这边就好了 来看一下 它还有哪些问题 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移除的操作的话 我就对应的 一样的把它给移到 Service里面来就可以了 在Service的按Destroy里面 同样的去移除一下它 现在是移除一下Messive listener 对吧 好 这块的话 我们来再确认一下 有没有问题吧 好 就是 创建这个服务的时候的话 我的话就去创建一个消息的管理者 然后我调用这个发送的时候 来看一下 send的这个方 诶 点击这个send的方法的时候 它其实就去拿着这个消息管理者 看一下 首先看一下它是不是为空的 看一下这个Instagram为空 为空的话就创建一个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恰的 是不是等于空 然后它不等于空的话 它就去创建一个恰的 对不对 没啥问题 它就进行一个发送了 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你想一下 这里的话 我们是不是应该 做了操作的话 应该是把这个chart 给它保存起来了 因为就这个方法 是不是你很多 很多个就要去 相当于你就要去那个吧 好 这个的话 你显然应该是给把它保存起来 不然的话 这个chart的话 它每次 它就是这样一个message 吐了 对吧 它会每次等于空的 我看一下 如果这个chart等于空的时候 我再去gret它 这里好像是 就这样就可以了 对吧 好 这块的话我就先停一下 好 好